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收看黄金年华之豆哥敬意 乐丽游王丽 非常的开心看到这么多的朋友 首先呢我们要欢迎的是 达曼日郎乐临职委会的朋友 欢迎你们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欢迎 孜孜不倦的导师们 首先呢我们来欢迎的就是 千方百计队的方忠昊导师 夏日之声队的夏慧导师 杰出非凡队的林郑杰导师 八面玲珑队的刘欣凌导师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 我们的三位评判嘉宾 首先要欢迎的就是 歌手兼歌唱导师 龚湛浩 本地的著名歌手 黄庆岩 著名的音乐创作人 韩志华 欢迎三位评判嘉宾 好的 上个星期呢 我们已经进行了 第二回合团战第三场的比赛 那是由千方百计队 对垒八面玲珑队 然而呢千方百计队呢 是战时领先 战胜的那个队伍呢 将可以为他们的团队 争取到两个荣誉之心 落败的团队呢 只能够获得一颗荣誉之心 那到了第四个回合 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会来总结一下 他们的成绩 那拿到最多荣誉之心的团队呢 他们整个队伍六个参赛者 都能够晋级 拿到荣誉之心最少的那个团队 就必须要淘汰四名参赛者 那在中间的这两个团队呢 就必须要淘汰两名参赛者 今天依然是要以电影歌曲为主题 来继续的PK 来争取荣誉之心 那欣灵老师 今天你是想要怎么样排兵布阵 看看能不能够扭转乾坤呢 我们这一场要派出的这位 他其实是应该很有经验的了 那因为他之前有参赛过 所以他打头阵是最好的 他就是吴永生 哇 这是猛将 对 方老师 他们推出了猛将 那你又拿哪一位将来挡呢 今天派出一个 一个子小小 不过跟永生差不多一样 他们两个都是六十多岁 叫紫阳 玫瑰是美神的化身 它集合了爱情与美好 欢迎吴永生带来夏日假期玫瑰花 是否有人知道 知道我不烦恼 你拼命地追 我拼命地跑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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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七儿难量 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 天不晃 低不老 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 爱的话 爱得好 是否有人知道 知道我不烦恼 你拼命地追 我拼命地跑 夏日玫瑰花儿开了 是否有人知道 知道我不烦恼 你拼命地追 我拼命地跑 跑跑追追 情恶难了 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 天不荒 地地不老 我要我要 我要 我要 爱的话 爱得好 是否有人知道 知道我不烦恼 你拼命地追 我拼命地跑 夏日玫瑰花儿开了 陈希姪 ann 《余豪》 哪里来捧红了默默无闻的万沙浪 从此攀上演绎事业高峰 欢迎紫阳演唱红饼主题曲 风儿多可爱 阵阵吹过来 有谁愿意告诉我 风从哪里来 爱像一阵风 不知哪里来 没有人能告诉我 爱从哪里来 来得及去的快 有幻想有悲哀 莫非这样就加爱 这条条 真可爱 相爱就去爱 要爱尽管爱 别问爱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 来得及去的快 有幻想有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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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这样就加爱 这条条 这条条 真可爱 相爱 相爱就去爱 要爱尽管爱 别问爱 别问爱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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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们这一组的PK 两位参赛者 他们的歌曲 风格截然不同 永生 这次电影主题曲的歌 你是怎么来选择的呢 是跟老师配合的 那你以前有唱过吗 以前没唱过 所以算是学新歌啦 是 那老师有没有跟你讲 唱这首歌 最主要是要带出 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呢 老师就是告诉我们说 比赛第二 友谊第一 OK 那歌曲当中 你要表达些什么呢 70年代 有很多的回忆这样子 就是大家都会带回 那个青春年少的时光 是的 那紫阳应该也是一样吧 对 这首歌是 我觉得老师 所以就觉得说这首歌不错 我现在唱的这个版本 是比较轻快的 嗯 OK 我觉得你今天的肢体语言 也相当的轻快 光是你领带上面 那个bling bling 就已经闪瞎了我的眼啊 哈哈哈 老师 老师的 老师的 加持啊 连动作 都很有老师的风格啊 我就尽量 学老师的 对啊 因为我发现到以前 紫阳的动作没有这么大 没有这么多 对不对 这次是豁出去了 是豁出去了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的评判老师呢 是比较喜欢动的 还是静的 OK 那现在我们请庆妍姐 那我先说永生同学 夏日甲青梅桂花 其实这首歌有分层次的 前面呢是会比较柔和的唱法 可是你在副歌的时候 我要我要 那边就开始比较有一点高亢的唱法 会比较好 这样它的层次会比较分明一点 尤其是你在装饰音家 天不晃 地不老 我觉得会更好听 还有 紫阳这首歌《风从哪里来》 是一个非常豪迈的一首歌曲 所以呢你唱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有一种很开放的唱法 你今天是有做到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那可能舞蹈的设计 我觉得可能尤其是 你当你要跳舞的时候 你又要去记歌词的时候 所以就削弱你唱功 所以变成整个唱法 就没有那么豪迈 我就有点矛盾 就是说如果这首歌因为轻快 如果我没有做一些动作的话 就好像很难带出那种感觉 可是当我有动作太多的时候 又影响那个音准的问题 永生呢 你唱这首歌听起来很Man 尤其是你唱歌的时候 你眼睛会灯很大 不要太大 会 吓到你了 然后那个副歌的前面的部分呢 是是否有人知道 它是一个问号 它是在想起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说 在唱第一句的时候 可能可以柔一点 是否有人知道 直到我不烦恼 我的老师已经有告诉过我了 开始的时候 我们用最柔的声音出去 然后在歌的时候 才加强那个声音 那么我在彩排的时候 我也有做到 可是在临场出场的时候 我一下紧张 这个就是我的事物 紫阳那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 我感觉在看一个演出 我不感觉你是在比赛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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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永生的话 他在唱的时候 你整个嘴巴是打横子左右开的 所以这边的高音 其实是上不去的 一直在压住你的声音 很多孕母的声音 其实是咬不到的 那个要跟老师注意 尤其是你的舌根 它一直往外推 紫阳呢 我觉得你的声音很亮 一开始就有豁出去唱出来 那个肯定大家都感受得到 可是你身体的协调 其实不在重点 想爱就去爱 要爱尽管爱 第二点 就是因为一开始 你唱歌太用力 到了下半段的那些歌曲 所有的拉长音 其实都没有在 那个音符上 所以它影响了你的音准 这个要注意 好不好 两位加油 谢谢老师 永生我觉得 你声音的力度 是你的强项 可是在这首歌 它那个柔度 我觉得这首歌 需要的多一点点 你的音准的话 是 它都很像是 音是跳来跳去的 所以有一些 可能小贴士的话 你可以用它去哼唱 你的声音会顺一点 你就会柔一点点 我觉得说 这个对他来讲 是蛮有挑战性 一向来 他的唱法 就是属于比较老式的 然后他所用的位置 都有一点不是很正确 那我现在都一直跟他上课 再慢慢地跟他改 真的需要花很多时间 紫阳啊 我个人会觉得 那个力度大了一点点 好像前面有些地方的铺陈 很像是在这边找 你的声音慢慢地 从靠近的地方 慢慢地到那个最后去 才说风从哪里来 这首歌今天的话 我觉得那个可能 远近对比 可以再做多一点点 远近的对比问题 就是有大小声 不错啊 因为这首歌叫 风从哪里来嘛 所以他的风会吹来吹去 而且他的层次 要在停顿的地方 都有停 我觉得他整体都做得很好 我觉得永生 他其实 他这一次的演唱 比我们在联系好很多了 男人不一定要用刚的来唱 那唱情歌的时候 真的要揉下来 你今天的表演 我很满意 真的 好的 谢谢老师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开心的上课 是 其实紫阳 我重生铃铃铭来 他是那种唱那种星瑶的歌 然后忽然间唱着 风从哪 他每次唱的时候 他一直跟我说 老师我选错歌了 我选错歌了 我也是一直担心 惨了他一定选错歌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把 那歌曲的点做出来 所以我就尽量做做做 你看选对了 你看 只是少了 就很好了 好 加油加油 谢谢老师 那我们这两位当中的PK 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 我们的评审老师 我觉得是哪一位学员呢 他们的表现比较突出 我们请三位评审老师准备 我们先请志华来亮牌 一二三 编号二 紫阳 谢谢老师 先拿下一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看我们的 战号老师 好不好 一二三 噔噔 编号二 谢谢老师 OK 来 庆妍姐 一二三 也是编号二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的 恭喜千方百计队 在这个回合胜出 好 那不要气馁 这只是你们之间的一个PK 是是 好 我们接下来 十日还很多 继续努力加油 好的 OK 谢谢两位 谢谢 好 那这个回合呢 可以说是千方百计队胜出 然后她的进步 海文 OK 好 那千方百计队呢 要推出哪位学员 我这个也是 歌艺很浅 她的名字叫宝莲 气质非凡的林青霞 是琼瑶笔下女主角的化身 欢迎海文来诠释主题曲 《燕儿再灵烧》 燕儿再灵烧 啊 眼光白云飘 鲜鱼鲜不住啊 竹潮竹不凉 那燕儿不想飞 这对沙 鲜鱼鱼鱼鱼鱼鱼鱼呢 碎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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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带他 banyak鱼鱼鱼鱼鱼鱼鱼堵 月与黄银啊 都已睡着了 那烟儿睡不着 烟儿睡不着 烟儿 烟儿 在鳞伤 烟儿 烟儿 在鳞伤 那眼前白鱼飘 闲云 闲不住啊 住潮住不了 那烟儿 不想飞 烟儿 不想飞 白鱼深处 端极了 烟儿 烟儿 在鳞伤 Dans eine Kanada 歡迎曾寶蓮帶來1968年電影 花月涼宵的插曲 給我一個吻 給我一個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念上 六個愛表記 給我一個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心上 讓我想念你 忠然等著你的眼睛 低不大雨 我也要向你祈求 絕不會心 忠然閉著你的嘴唇 你沒回憶 我也要向你捆求 絕不傷心 給我一個吻 可以不可以 緋文也沒關係 我一樣心甘激 給我一個吻 不可以不可以 緋文表示甜蜜 我一樣感謝你 給我一個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臉上 吻在我的臉上 六個愛表記 給我一個吻 給我一個吻 不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心上 讓我想念你 忠然等著你的眼睛 你不大雨 我也要向你祈求 絕不會心 忠然閉著你的嘴唇 你沒回憶 我也要向你捆求 絕不傷心 給我一個吻 給我一個吻 可以不可以 緋文也沒關係 我一樣感謝你 給我一個吻 給我一個吻 不也也可以 可以不可以 緋文表示甜蜜 我一樣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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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在我們這兩個美女的PK呢 我就在想 哇 兩個人都是閃亮亮的 在造型上面都下足功夫 來說一說吧 我相信有很多的女孩子 站在這個舞台上 都希望呈現最美的自己 今天這一身打扮 是怎麼樣來的靈感呢 這個就是我老師的功勞 哇 你的老師看得出來 從頭到腳 就是 那個布也是我的 阿哥哥 我怎麼需要那塊布呢 要顯得長一些 不然它會四方一點 它的手太短 這邊會圓一點 原來如此 那海文呢 老師也是有給建議 然後給一些指點這樣 好 那今天呢 是電影歌曲 對不對 所以你們都選唱了 這個電影歌曲 是自己選的 有看過這部電影嗎 有 對 那個時候我們的年代 比較多看瓊瑤的作品 是 而且這個瓊瑤大概在197多年 就進軍到中國大陸去 還有書籍這些 所以 好 那寶蓮妳呢 我就比較喜歡 像陳寶珠啊 那個是比較早的年代 對 對 197多年的 對 難怪妳選唱的歌 也是比較有年代感的 對的 那那個時候 會刻意地去模仿他們呢 沒有說是刻意去模仿 因為 那時候我們有這樣的 身材跟樣子 那你們兩位 今天的演唱 精不精彩呢 我們的評判老師 喜不喜歡 我們來聽聽看 海文 我覺得妳在演唱的時候 我先說優點 有一點就是說妳的聲音本身自帶一種磁性 和音色其實很吃麥 有時候妳在控制的時候 妳張嘴的時候 其實聲門就緊了 然後低中音完全沒有辦法發揮 所以我覺得妳越唱的時候妳越緊張 然後就會卡喉 我其實覺得一直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的聲音的位置還不對 但是有時候練習一首歌兩首歌 可能還沒有掌握到它的要訣 所以可能還要多練習 才能夠真正地找到那個位置 那個聲音發聲的那個位置 寶蓮呢 我覺得有精心去設計動作 可是在下動作的時候 每一次的動作都不果斷 感覺上其實有點小扭捏 然後第二個東西就是 它有一部主歌 它很多字 當當當當當的時候 其實妳可以不用設計這麼多動作 就穩穩地唱 Hold住妳的那個歌唱技巧 我是覺得是剛剛好 不會說很多動作 而且氣那方面還是覺得是 我可以控制得挺好的 在練習的時候 一直跟他說動作太多 他還是覺得哪裡多 所以真的還要再減少 也謝謝評審的給一個意見 所以兩個人講會比一個人講好 嗨 海文妳好 那就是第一先說 我很喜歡妳的音色 就是很亮 妳說話也是很優雅 選擇這首歌也很適合 我真的很享受妳的演出 唱得很穩 沒有太大的失誤 我覺得 那麼 寶蓮妳在唱這副歌的時候 總人比起妳的眼睛 所以我覺得那個部分 那個咬字不是很清楚 妳好像很快想要趕快唱過去 妳知道嗎 總人等著妳的眼睛 妳不答應 妳不答應 我也要向妳請求 絕不會醒 拍子我覺得沒有走 只是說我只要把那個拍子給拉快 因為它是快歌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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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可以 海文其實妳的聲音真的是蠻洪亮的 妳的音色是有震撼人心的元素在裡面 但是我覺得妳的發聲 可能妳的位置用的不是太對 所以我有時聽的時候 覺得那個聲音 答到又答不到這樣 就覺得是不夠我要的那個level 然後整首歌妳處理的都是中規中矩 沒有太大的缺陷 寶蓮這首歌是一個輕快的歌曲 妳出來的時候給我感覺年輕活潑 非常地有活力 我不要求妳自鎮腔圓 但是至少要很清楚地把每一個melody 每一個拍子都唱出來 今天我覺得妳的功率還差那麼一點點 還可以更好 謝謝 海文其實妳是進步了 只是還是真的要小心那個 就是chorus之後的那個飄 注意它的高度 還有那個載 妳要先拉啊 它就不…妳如果太快進一的話 妳會很吃力 寶蓮很可愛 很有美麗的那種QQ的笑容 可能很多很多的動作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突然沒有信心的狀態 整體來上是不錯的了 好 加油 謝謝 這個教了很多次她都做不到 所以揚長避短 她最厲害就是表演 所以我跟她講 1 2 3 終於對著妳的眼睛 她終於做到了 這根本就是障眼法 對 障耳法 因為她們兩個的歌靈都很淺 所以妳一定要用不同的方法 有時要用小孩子的方法教她們 這是叫做方法用對 努力就不會白費 海文從每一場的這個比賽 妳都聽到評審給妳的評語 就是越來越正面 那就證明妳平時的努力沒有白費 真的 老師給妳很多個讚 謝謝老師 真的謝謝老師 不管怎麼說我就是覺得說勇氣可嘉 你們都願意接受挑戰 好 那雖然勇氣是勇氣 今天在舞台上面有沒有把它表現得很好 就要看看我們三位評判老師怎麼說了 好不好 我們就一起亮分好了 刺激一點好不好 好 準備 1 2 3 3 4 3 恭喜編號3的海文略勝一籌 所以在這個回合 八面玲瓏隊是扳回一城 好 謝謝兩位 謝謝 好刺激喔 所以呢 1比1 那接下來心靈老師最後一位學員了 我常常都會在想 老師們為什麼會把這位學員壓香呢 壓香就是說她的抗壓會更強 因為妳看了前面的參賽者 一直唱一唱 好的妳也聽過了 那評語什麼 妳就越等越緊張 所以這位一定是很重量級的 要派出這位是瑞文 瑞文重量級 方老師 我用的是凱傑 凱傑也是希望她凱旋歸來 歡迎瑞文帶來由劉文鎮和甜妞主演 願者上溝的插曲 小雨打在我身上 小雨打在我的身上 雨水洗去又下 從未可愛的家園 追求我的嚮往 那青山裡水無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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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土依然芬芳 自夜餐幻想 讓小雨打在我的身上 自熱餐幻想 自熱我的心放 成為 Morning 我來自熱衝品 頓你會上 hen 打在我的身上 雨水西去幽霞 终为可爱的家园 追求我的向往 那青山里水无涯 泥土依然芬芳 日夜参幻想 让笑傲雨打在我的身上 滋润我的心房 那青山里水无涯 泥土依然芬芳 雨夜参幻想 让笑傲雨打在我的身上 滋润我的心房 啊 一死一疯 叫人难忘的爱情悲剧 我是一片云 有请林凯杰带来片中插曲 《松林的地狱》 请那松林的地狱 充满了柔情蜜蜜 我们松林总走过 踏着往日的冲几 我记得点点滴滴 我们松林的地狱 到如今都沉醉 到如今都沉醉 我们默默的以为 变合在彼此眼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白雨在眼前飘去 山风在耳边叹息 我们默默的相对朋友 我们默默的相对朋友 那深情万缕 我记得点点滴滴 到如今都沉醉 我们默默的相对朋友 我们默默的以为 脸粉在彼此眼底 我记得点点滴滴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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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们落寞的以为 缘分在彼此原地 好 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那当然电影歌曲为主题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歌让你们选吧 两位同学 是有的 老师就沟通了 然后老师说这首歌适合你唱 所以你本身有看这部电影吗 有 最令你打动你的心的是哪一个环节呢 就是在雨中跑 那你有没有去雨中去跑一跑 来感受一下电影情节 带入你的歌唱呢 下班的时候在下雨中就跑 跟着你跑 所以没想到每一天生活的情景 就是这个电影的情节 是的 好融入 那我们的凯杰呢 你是不是电影迷 不算是电影迷 就是电影迷也不是穷瑶迷 是武侠电影迷 真的啊 那今天怎么会选唱一个这么抒情的歌呢 记得小时候曾经看过这套电影 然后很喜欢就是两个主角 秦祥林跟林青霞 在松林里面的那个剧情 好 有没有把那个电影的画面 带给我们的评判嘉宾呢 我们来听听看 瑞文一开始从你从阶梯走到台前 就感觉得到你在为整首歌铺牌的时候 真的是很用心啊 然后凯杰 其实你的音色是一个很醇厚的 只是我觉得缺少了那个柔软度 因为你整首歌可能都是在用力很直接地唱出来 我通常是选一些比较霸气的歌 所以造就我唱功这一方面 气魄是有的 可是柔情度不够 这首歌真的不适合他唱 所以他一直掌握不到那个精髓跟意境 所以有些很有经验的歌手 他们一定要精力唱一些不适合他们的歌 然后以后我们跟他们选歌的时候 会比较有说服力 瑞文刚才你在唱的时候 然后你走到这边来 你看一下那边的导师 你好像是那种在讨债这样的那种眼神 然后你在唱歌 可能你开始的时候前面有点拍子跑 你唱歌的那个刘文正那个味道 完全是模仿刘文正的 我不介意人家模仿刘文正 但是我是希望说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唱别人的歌曲 唱出你自己的风格 我是没有不想模仿了 不过他唱枪 他的那个吊 我是跟着那个吊走 所以会觉得我的声音会有点 类似像他 凯杰这首歌很难唱 因为他真的是能够掏人心肺的那首歌曲 而且很容易让你陷入那种回忆 所以你要掌握这首歌不容易 再加上你本身有 你唱的时候你太僵硬了 所以他的柔软度就不够 而且你有很严重的音准的问题 听了整首歌就变成 没有达到我要的那个理想 你要加油 谢谢 瑞文 第一 你坐在那个台阶太久 脚开太大 当你走到台前的时候 你又突然间闪神 你不知道你想要干嘛 眼神是飘的 眼睛 脸部的表情完全是分离的 所以这个东西它影响了你的歌曲的连贯性 情感的整个平衡 我想说小雨打在我的身上 那我们是在户外 这一次就不坐在椅子 坐在阶梯 然后耍裤的 那或许他认为男生坐的姿势 肢体上要比较豪迈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这个台阶是有点高了 所以我坐的时候 可能我要给他平衡 所以我把我的脚给拉宽了 凯杰呢 因为你太过想要把它控制的 唱到非常好 非常的完美 然后显然你把所有的肌肉都是僵硬的 舌头是僵硬的 所以变成你越去控制 越技巧 你所有的气息掌控 完全是没有在点上 甚至是在和弦上都有撞击到 我们默默地以为 变合在彼此眼底 瑞文 你刚才发现了一个错误就是 你的脸向着这边 然后你的眼神这样 腰这样斜过去 这个不是酷 这个就是欠钱 快点 要欠钱的还钱 他有一点恐怖的表情在那边 所以既然我们的表情要对 谢谢老师 然后还有凯杰 我觉得好像你今天的话 那个大衣扣着 我觉得它会也让整个歌曲 变得严肃了一点点 那个歌曲的意境的话 它有时也会帮你在台上 走入那个歌曲 我们千方百姿是红色的 所以老师就说 希望每个学生就是服装上 都有一点红 所以我就翻开我的衣柜 这些是我唯一的一件红色 瑞文总的来说 人家评得越多 你的收获是越多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 所有给你的评语的评审导师 这样 我要学众话歌了 赶快讲谢谢 谢谢 凯杰今天是不错的 就是我们听他们所讲 所以他们讲的东西都是很好的 谢谢我们的火可以燃烧你 谢谢 谢谢老师 OK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评审老师 觉得你们两位当中 谁的表现比较好 我们先请账号 一二三 编号五 恭喜瑞文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 庆妍姐准备 一二三 编号五瑞文 谢谢 好 世华请准备 一二三 五号 谢谢老师 好 在这边呢我们要恭喜瑞文 也要恭喜我们的八面玲瓏队 不错不错 也那个要去追债的终于拿到全胜 是的 好 我们马上呢就要来揭晓成绩了 饱满而荡气回肠的电影歌曲 让电影深色不少 到底哪一位歌手最能引起情感共鸣 好我们第二回合团战第四场的比赛呢 成绩已经出炉了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两个团队当中 到底是哪一位参赛者 今天得分最高 来请看大屏幕 哇千方百季队最高分 紫阳79.2分 八面玲瓏队最高分呢是瑞文 获得79分 只差了0.2分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两个团队 他们今天这个团队总分是多少分 千方百季队获得234.7分 而八面玲瓏队获得235.7分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总结一下 我们千方百季跟八面玲瓏队 他们在这两周的总成绩 加起来是多少分 来请看 好千方百季队总分471.8分 八面玲瓏队总分469.5分 因此呢千方百季队胜出恭喜 所以千方百季队呢为自己的团队赢得了 两颗的荣誉之心 而八面玲瓏队呢就为团队获得了一颗的荣誉之心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四个战队 他们荣誉之心的排行榜 请看 在四个团队当中呢 截除非凡队获得四颗荣誉之心 而夏日之声队呢获得的是三颗荣誉之心 那今天比赛的结果千方百季呢获得是两颗荣誉之心 而八面玲瓏队呢获得的是一颗荣誉之心 其实不单只是胜出 因为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对我的学员更理解 所以这个收获比两颗心跟一颗心还大 还重要 如果我是有使用加分权 那三分我是赢的 我不担心他们会觉得失望还是担心 我都会跟他们说 我们暂时不要乱乱去用这 他们都同意 爸爸从小就最疼我的 我们兄弟姐妹里面 他给钱也给我最多 我很欣赏你一上台的 很酷的一个造型在那边 老是教的 不要太多担心 因为看了很头晕 多个心发了出去 你就是爱所有的人 要大家开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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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